101年全国飓风葡萄杯篮球锦标赛 7日晚上在西湖国中举办开幕仪式 并且邀请国内的职业篮球队到现场比赛 此次的篮球锦标赛颇具职业水准 今天非常高兴有两支非常优秀的球队来这边为我们做的表演 我相信我们的飓风葡萄杯在西湖镇 已经也是非常非常久的一个比赛大型比赛 所以我们继续来支持这项体育活动 继续来全力支持 因为西湖镇的篮球在全国也是非常有名的 那等一下呢请两位的球员尽量有机会 那我现在去替全场的朋友跟球员做一个评讨 有机会就尽量扣篮 让大家有不利于也要给你们掌声 那希望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好战的一个比赛 有应众的好伙伴朋友能够一年我们掌声 来参加我们的BOA 篮球的比赛赛 你知道我们这边的推广我们这个比赛产业 所以我们来举办这个BOA的安全比赛赛 我们这次有85队 来自全国各地85队来参加比赛 相信我们今天也要提到台湾大会 主办单位张化县体育会理事长谢点灵表示 张化县打篮球的民众非常多 而西湖镇出过很多职业选手 希望借由这一次飓风葡萄杯篮球赛 可以带动张化县打篮球的风气 而透过全国的比赛希望让县内的乡亲 可以亲身感受高水准的比赛 让张化县的乡亲可以参与体育活动 进而培养运动健身的习惯 公益频道张化云西湖采访报道